那個女生是告男強姦 這個男生是拿一段影片出來 那段影片就很精彩了 一看段影片就知道是同意了 你不是在我發電話裡告你 一定要播的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中馬曬服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節目 經常邀請一些奇人異士 來分享他們的奇人異士 那我嘉賓可以介紹一下自己怎樣稱呼你嗎? 是 你好啊 我是X律師 做了十多年律師 做過檢控官的 那我想問一下你在擅長打什麼類型的案件 擅長是醫療訴訟那些 不過有時候認識別人就會多些其他官司 性罪行那些 又是 打給你了 非禮強姦那些 你的朋友也挺… 那不一定有做的嘛 那你就幫人 那也是 那你有沒有打過那些 你覺得他有做的 但你幫他打破了的官司 我不會做這些 其實我們有個機制的 他是要告訴你他有沒有做過 他是要簽名 可能有個聲明 他寫了整個故事出來的 那有沒有一些很難打的強姦非禮案 你知道他可能是沒有做過的 但可能一些證據 很齊 我覺得對家可能真的想做死他 他有這樣有嗎 有啊 經常啊 我們做辯方其實人很少而已 就是頂曉龍 可能只有我一個 加一個大律師 或者加幾個律師流的職員 這樣 但你控方可以整隊人幫你做的嘛 檢控官有一隊啊 有些資深大律師啊 又有些警察啊 督察啊 所以呢 其實經常都聽一句話 就是說法律是有錢人的遊戲 其實你同不同意的 不同意的啊 不同意的 因為我身邊都是 我有錢的又幫他 窮的又幫他嘛 那不是窮的會輸的 也不是嘛 有錢的就贏的不是嘛 因為我之前也有聽過一宗 我身邊 就是朋友的朋友 我聽回來的 都是一些強姦卑禮的那些 就是說他們是男女朋友來的 那個女生自稱 就跟他分了手的 說有一個期限叫他搬走 但是他也是在一間屋裡住的 那個男生雙方也是在一間屋裡住 但是他們是在不同房間的 那個女生就說 他們已經分了手的情況下 那個男生強姦他 那個女生呢 就都挺有勢力的 又有錢的 就做了很多一些 就是一些心理報告啊 就說他被強姦完之後 就有自殺傾向啊 抑鬱啊 那男方那邊的故事呢 就真的完全沒有 他說我真的沒有強姦他 我們還在拍拖 就想不知為何女生要這樣 經常都是這樣 就不要說分了手啊 你男女朋友 就算夫妻也可以告強姦的嘛 好好好.. 聽什麼好怕啊 他馬上想起他有沒有強姦他太太 其中一方面 有說過不好呢 那其實事情就是 女方說不好 男方說不好是不行的 強姦一定是 男的 肥哥一定是男的 哇 但CAMMAN還怕 哈哈哈 你老婆隨時都可以告你強姦她 又到年底了 又是到去旅行的時間了 剛剛跟我經營人申請了我上去旅行 他說不給 因為年底很多事要做 所以我唯有在這裡吃 但我的朋友帶回來的手信 裝了自己 現在是台灣 我還做了這麼多機票酒店的功課 知道為什麼嗎? 我上次已經有跟大家說過 用VPN買這個機票酒店 你去不同的國家看同一個網 機票酒店都會有不同價錢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體驗了 ShopShopVPN究竟有多麼重要 除了你用VPN去買機票酒店 可以省錢之外 還有你去旅行 經常用外面的公共Wi-Fi 省數據 都可以用這個VPN 去保護你的個人資料 因為你用公共Wi-Fi 很容易被黑客人侵入你的資料 信用卡資料、身份證、紙物照 很容易這些時候就會流出 所以記住一定要用這個VPN 最重要是什麼? 說這個省錢 ShopShopVPN是可以一個帳號 無限裝置使用的 當然不是鼓勵大家開一個帳戶 大家一起用這個帳戶 不過我自己也是這樣做 沒問題的 聖誕節當然也是照舊 一樣有優惠給大家 用以下這個曲的話 買ShopShopVPN 都可以繼續送你 5個月的免費使用 好了 沒有得去旅行的我和大家 可以繼續去看強姦的案件 去! 那條法律其實很簡單 其中一方 即是女方在不同意之下 你的男性將她的新直器官 都插入女性的陰道 嗯 那你插入嘛 即是真的要插入 但如果我插入 她沒有入的 可不可以告她嗎? 沒有入就一定不行 沒有入就看其他東西 都是聽來就非禮 例如她早洩的 她入都未入就射了在門 不關射不射時的 總之你要插入 那男生也有可能被人強姦的 不可以 不可以被女性強姦 被男性那些不是強姦 男性那些是什麼? 那些就是雞姦 有沒有這個法律的? 有啊有這個法律的 江江 但我看過那些變態的電影 是那些女人綁著兒子 接著之後呢 逼她吃撞羊藥 接著之後就逼她發生性關係 都不行的 都不行的 對 不行的 都不行的 不然男人就可以告女兒非禮 傷人那些 搞到爆肝、流血 男生在外真的要好好保護自己 好好保護自己的法律 幫你不告 不是 我錄的 即是怎樣才會為之一個合法的性交呢? 怎樣才不被人告 即是你剛才說 我夫妻都可以告你強姦的 我們首先看她年齡 過了18歲就最穩定了 接著要性交要雙方同意 同意就好 你不會問人的 即是你不會問 誒誠飯啊做甚麼好啊 誠飯成不成交啊 哦 好吧 這樣 即是很少這樣 是 通常是肢體 表情啊 表情都是在這個考量範圍 你不反抗啊 你的樣子啊 那些神情的事呢 那些都是考慮的一部份 當然有八字黑是最好的 但香港未有 通常發生強姦的案件 都是男生覺得女生是懸疑 但女生就說自己是不懸疑 其實要看那一剎男方 能否感覺到女方是同業 其實有主觀和客觀 主觀是代入被告人的身份 再拒立場 有個女生身體原來告訴你 她的債又不反抗又不踢你 那可能她又不划算 她對每個人都是這樣 她有難舉證 而且要看事前 有些案件 男生在酒店 酒廊全部有攝影機拍攝 你坐升降機也拍攝 男女都抱著一塊 在咀嚼 我咀嚼一下發現她口頭人入了火 我就不想跟她發生性格 雖然陪審團推論 當然還有很多證據 那些醫學報告 警察的口供 同意拆和不同意拆 雙口不同 最關鍵是醫學報告 或者看WhatsApp紀錄 誰約誰去吃飯 女兒上男方的家 男的上女的家也不同 你覺得有否打過匪夷所思的案件 20年前 20年後才被告被告 那個男生是入了罪的? 入了 那他強姦要判多少年? 10年有 其實法例是最高終身監禁 以前就有七年 即是差不多 之前日本就 即是類似 我們上網有看過 就是日本有推出性交同意書 你覺得香港應不應該推行這件事? 其實又不用特別同意書 我想問一下 如果那個男生 開著相機拍攝他們的性愛過程 這件事是否犯法 你室內自己拍 沒事了 甚至那個女生不同意都沒有 我不同意真的不行 我看過的案件是 在酒店裝微型攝錄機 有張床 即是酒店 即是我不太熟 即是有張 有張 有張 大家知道酒店的樣子 有張大床 前面有鏡 就裝了針孔攝錄機 那個女生是不知道的 就拍著 接著那個女生是告男強姦 那個男是拿段片出來 那段片就不太精彩了 一看這段片就知道是同意 但你說強姦 你拿那段片出來 就算是偷拍 那法官也要有個程序 批准那段片 我不是在法庭上播 他們一定要播的 那次那段 就是因為女生在上面 嗯 那男生在下面 嗯 那我不會的 那你 那你想到應該是女同意 我想問一下 在法庭裏面 他們去播這段片 大家一起看這段片的時候 其實 你有沒有觀察更開心的人 是什麼樣子 不是 那不是我的案 那些朋友 有沒有觀察更開心的 例如法官 是用什麼表情去看完那段片 通常都是突然間會 就是陪審員會變樣子 一看都會變樣子 其實陪審團局 基本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控方給一些證據出來 通常陪審員第一時間 洗腦先 然後就說 哇 你這個被告那麼開心 就是賤人 辯方出場就負責 剛才控方洗腦 那些東西 再洗多一次腦 那一播片 然後你看到那些背心 就立刻 哈哈哈哈 糟了不知道大家聽完這一集之後 會不會以後 性愛都偷偷拍片 不建議啊 這件事很嚴重 犯了另一個法例 哈哈 拍片要兩個人同意才行 想問一下 剛才一直都說 男生就 特別容易出事 因為你強姦只好這個男生 其實不容易出事 男生不容易出事 你正正經經沒有事 對 做一個正正經經的人會有事 如果那個女生是喝醉 你剛才所說的環境正經 有攬牙、石、摸背 但那個女士就醒了之後 她說 我認錯人 或者我不清醒 我不同意 她就是強姦我 那這些是怎樣的 所有案要看完整個案情 就這樣抽你那一節 其實反而著眼點不在女 在男 剛才強姦的定義 又是女方不同意 女方不同意這件事 那男方知不知道 那女方不同意 你說不好就不同意 No 那又不同意 但有時候NoNoNo都可以同意 所以又要看其他東西 這裡英國有個案例這樣說 真的 真的 不要不要不要 其實就是YES 當你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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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是甚麼 即是不行 所以我問你 不就很清晰 所以我問你 你不出聲 可以嗎 可以嗎 他不出聲 那男人就不可以當他同意 很清楚 其實 男人都說你不好就是好 所以是不容易 很清楚的 你說不肯就已經是不肯了 你不出聲 我單天看地 不知道看哪裡 喝醉酒 那我就不知道你同意 那我就走 好啊 是吧 如果人家說不好是真的不好 你不要覺得人家真的好才行 告你強姦 女兒的上男的家 是法庭考慮的其中一件 男上女可能有另一個想法 我們女兒你自己上別人家 情人志 你自己上別人家 在升降機上 男人下街接你 在升降機上 那可能他真的想喝杯咖啡呢 喝咖啡不是問題 可以喝咖啡有強姦 喝咖啡沒有強姦 都可以的 好了 今天很開心 因為我想大家都得到一些很實用的知識 又可以增長你的知識 不要再說 看男人的節目 一點進步都沒有 帶錢落你的袋 學法律 總之好 今天的節目 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Like Subscribe 還有 Share 這條片 我們下次再見